先關注NBA方面 東部方面憑藉著立邦·詹斯交主的三雙成績 騎士主場109比100戰勝著史 迎來了四連城 而排名東部榜首的蔡爾特仁 有六個球員得分上箱 作客擊敗了灰熊 三連勝的騎士 今天坐進主場迎戰猶他著史 上半場比賽騎士的絕對核心 詹斯就開啟了得分模式 他才在快攻當中接應隔年的傳球 完成了一極高難度的左手空折 接著又憑借個人能力 干拔跳投得手幫助球隊擴大領先優勢 半場結束 騎士帶著3分的領先優勢進入更衣室 換邊賽戰 上半場火力全開的立邦·詹斯 轉換助攻模式 他接連位拿夫和高華 送出了精妙助攻 本場比賽 立邦詹斯交出了29分 11個藍板10次助攻的完美踏卷 完成了他職業生涯的第60次三雙 第三次結束 騎士以80比73 領先7分 最後一致的決戰 落後的爵士在身受 米曹的大領之下 發動了強勢反擊 逐漸將分岔縮勢 本場比賽米曹是貢獻了全隊最高的26分 關鍵時刻還是立邦戰士 他面對米曹的防守 強行上攬得手 幫助球隊鎖定勝局 最終騎士主場109比18戰勝爵士 迎來了4連勝 東部排名榜首的賽爾特仁本場作客面對孟菲斯灰雄 首次比賽賽爾特仁率先發力佔據了場上主動 一度取得兩位數的領先優勢 來到次節落後的灰雄終於是尋回進攻的時疾 他們在球隊核心加素的帶領之下逐漸將分岔縮勢 半場結束賽爾特仁帶著8分的領先優勢進入更衣室 換邊賽戰兩隊仍然打得非常之激烈 而比分交替上升 達頓剛剛憑借個人能力強行上攬命中 這邊加素立刻用一技3分球做出回應 第三次結束灰雄是以73比71帆潮兩分 最後一致的決戰 實力更勝一籌的賽爾特仁重申奪回場上的主動拳 沒有再給對手任何機會 最終憑借著六人得分上升的出色表現 賽爾特仁是以102比93擊敗灰雄 繼續穩居東部綁手的位置 西部方面憑借著燈泡組合貢獻的56分 西部排名榜首的火箭主場戰勝左攻陸 迎來了13連城 另外馬似因為有腰刀賺到比利的準絕殺 在主場險勝牛仔 已經取得了12連勝的火箭 今天助陣主場面對著由志姆哥 奈迪托坤寶領銜的攻陸 上一場比賽 兩隊展開了長時間的拉鋸戰 志姆哥剛剛完成了一技高難度的2加1 這邊胡蘇魯夏德馬上用一技干拔3分做出回應 半場結束兩隊打成了55平進入更衣室 換邊再戰火箭的全明星控衛寶羅開始發揮 他接連在湖頂命中兩技3分 幫助球隊將領先優勢擴大到2位數 本場比賽 寶羅是貢獻了25分之外 又加5個籃板6次助攻 第三次結束火箭是284比79領先5分 最後一節的決戰 火箭的當家球星夏德馬開始接管比賽 他先是憑借著個人能力打成了一技3加1 接著是妙傳比利格素 幫助後者完成了一技西大力尋的單手坐樽 本次比賽 夏德馬是貢獻了全場最高的31分 外加6個籃板5次助攻 最終火箭主場115比111 戰勝攻陸 迎來了13列城 西部排名第三的馬次 今天面對的是西部副班長牛仔 上半場比賽 牛仔反客為主 佔據了場上主動 帶著10分領先優勢進入更衣室 換邊賽戰 牛仔的德國雙塔開始發威 在高部業命中這一技3分之後 牛仔將領先優勢擴大到2位數 後半次比賽 落後的馬次開始絕地反擊 他們在全明星大前鋒 喊得烈志的大領之下 逐漸將分叉縮 在他命中了這一技標誌性的翻身跳投之後 馬次將比分追近96平 最後的23點4秒 妖刀讚奧比利挺身而出 他先是利用經驗迫使馬修斯發球失誤 緊接著在最後一攻當中 借助隊友的插檔殺入內線常覽得手 為球隊鎖定勝局 最真憑借著妖刀的讚奧比利 在中場之前3點1秒貢獻的準絕殺 主場98比96 兩分險勝牛仔 其他場次方面 雷霆作合背扣背作戰 結果是不敵力搏兩年勝 被終止 太陽的險勝目狼黃豐是輸比托方 在休賽期被力搏交易到雷霆之後 安東尼首次重返故地 賽前密迪順廣場球場 還播放了影片向田瓜致敬 但是感動還感動 比賽還是要全力以負 首次雙方狂標3分 雷霆雖然領先 但是優勢就不明顯 次次回來 比加延續火熱狀態連取5分 力搏打了一波10比4 並且比分方面成功反超 田哥和韋兆雖然不斷發力 下半場一度將比分追近到56平 但仍然無法應付全民皆兵的力搏 全場比賽力搏一共有6人得分賞傷 其中比士里一人讀得30分 他們用一波10比1的攻勢結束比賽 最終111比96擊敗雷霆 太陽續客挑戰目狼 太陽上半場就出現了大面積的失誤 全場比賽他們的失誤次數多達23次 但是強大的內線還是令太陽能夠緊咬比分 半場目狼是50比42領先 換邊賽戰太陽打出流暢配合 第三次全隊一共完成了8次助攻 其中阿力斯倫一人就為隊友中出了3次全球 太陽多次衝擊南瓜獲得了11次佛波機會 佛中了9球 佛波命中率是達到了81.82% 來到關鍵的第4節 卡納安中場之前6秒造成3分投籃犯規 並且將3次佛波穩穩命中 幫助太陽反超對手2分 隨著尖美北拿錯失最後一次追評機會 最終太陽108比106絕殺目狼 托方仔下場93比91顯勝黃豐 麥高林和利拿德聯手貢獻43分 幫助托方收獲2年勝 這次就開放了4次